我奶奶自家种的菜 说说阿姨 买点菜吧 小朋友 怎么一个人出来卖菜啊 我奶奶生病了 今天我替我奶奶卖菜 那你这菜怎么卖的呀 阿姨 五块钱一袋 那给我来的白菜吧 老板 刘总已经到了 咱们赶紧走吧 小朋友 你帮我把这些小白菜都装起来吧 好的 阿姨 老板 我们是去见客户 这么多菜 我们怎么拿呀 也是啊 小朋友 要不这样吧 我先付你钱 先给你一百 然后把菜先放在你这里 阿姨 不需要这么多 主要 我也找不开呀 你就拿着吧 多退少补 我们先去见客户 等我们一会儿回来 再过来拿菜 非常顺势 非常顺势 哎 对了 老板 我记得你还有一百块钱的菜还没拿过来呢 我本来也没想着拿 那小孩子出来卖菜 证明家里肯定遇到什么困难了 也不容易 我们能帮一把 试一把 老板 这一百块钱的白菜 我还真没吃过 好了 走吧 老板 你还是过来一趟吧 就在我们上午买菜那个地方 怎么了 阿姨 你终于来了 我都等你半天了 等我 阿姨 这是你要的菜 老板 我这出来送文件 我看见了 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 阿姨 黄瓜十块 小白菜十块 鸡蛋十块 总共三十 我应该找你七十 诶 小朋友 我们不过来 你直接回家就行了嘛 这大热天的 你为什么要在这等一天呢 何必呢 阿姨 那不行 这些菜 你都给我钱了 那这些菜就是你的 再说了 我都答应等你了 你不来 我就一直等你 阿姨 我们老师说过 做人要讲诚信 我要谢谢你 你下次买我这么多菜 你是个好人 这些钱 你就拿着 小朋友 是我应该谢谢你 做人要讲诚信